联假最后一天 侯友宜视察交通书运 来到任内通车的淡海轻轨 也是证明自己的市政能力 但有没有打算也拼个总统 不只外界好奇 访美回台的郭台铭也紧紧相逼 大力争取党内提名 面对每一个人 我们都用大家团结在一起 视察行程安排在郭董记者会后半小时 但这回应还是团结共好那句 相较之下郭台铭进攻态势更加显著 他过去也是我们国民党的党员 我们尊重他一切的一个想法 既然这次2024确认是征召制度 我们所有人都考虑的情况 我们当然会把最强母鸡 谁是最强母鸡 我们就把最强母鸡征召出来 也就是说无论是不是国民党员 谁最强就提名谁 因此郭董有没有恢复党籍不是问题 而党内要参考的除了内部民调 还有听取各方意见 不过侯友宜倒是在脸书上动作评评 先是会见欧洲经贸办事处长 证明外交能力 接着又走访市场跟公园 除了炮轰物价上涨议题 还提出农改三呼吁 喊话为台湾打拼毫无悬念 但是你连任第二次 你在新北市的施政 却是让民众最无感的 请你好好的先照顾好你眼下 把票投给你 让你继续连任的新北市的市民 侯友宜想从内政着手 绿营紧抓烙袍争议 不想放手 TVBS新闻刘俊专科 SNG小组先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